共軍的專家這一次用五大特點來評估這一次的環台軍演 首先環台島的這個戰備警巡呢 還有聯合利劍是兩個行動 合二為一 再者多軍的兵種聯合行動代表了一個極強的針對性 還有用時兵時裝時彈這個實戰性非常的強 再者演習的目標是相當的明確 叫做奪取制海制空權還有制信息權 那另外這次共軍的航母山東艦 也被大家發現了出來了也編隊參演 所以綜合這五大特點想要問一下歷史哥你怎麼解讀 直白來講這裡面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叫制信息權 為什麼因為呢在這次俄烏戰爭當中 我認為老共吸取了非常非常多的經驗 因為我們在戰前的時候都認為烏克蘭跟 這個俄羅斯對打的話大概俄羅斯的 獲勝的機率而且他可能會快速獲勝機率是 有比較高的 為什麼因為大家對他的印象還是存留在蘇聯時代的鋼鐵紅利 結果發現原來俄羅斯拉垮的一批 但俄羅斯真的很拉垮嗎 從目前的戰爭看起來 在巴哈木特這邊 基本上已經快要回推了 那這到底什麼意思呢 其實回過頭來我們來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俄羅斯在訊息的掌握上面非常的弱 以至於呢在 烏克蘭的第一時間沒有被打垮之後 他們可以不斷的出這個訊息 出這個訊息 那烏克蘭人民怎樣 意志就堅強起來了 所以 這個裡面的訊息的落差 其實 老共是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制信息權呢 這裡面 除了包括宣傳之外 那還有一個是什麼 還有一個就是 在前期作戰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俄烏戰爭當中 俄羅斯的高級將領被狙擊的這個狀況很嚴重 美軍喔 他最厲害的真的就是像那個 天眼一樣 他是可以在 情報上面精準鎖定你的位置 大家記得前陣子這個中國促成中砂伊會談 這為什麼延宕啊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伊朗 原本他革命衛隊的這個領袖啊 他跑到了 這個伊拉克的巴格達機場 要去和談喔 結果當場被 美軍擊斃啊 用無人機擊斃 這一次 其實這個就是怎樣 就是訊息上面 就是現代作戰上面 其實訊息是 非常非常重要 但大家有沒有發現最近啊 烏克蘭宣佈 擊斃 俄國高級將領的狀況 明顯減少 而且幾乎聽不到了 為什麼 因為俄軍在這一年當 一年多當中了 他們也是 快速的 迭代更新 更新了自己在信息掌控方面的能力 包括無人機的使用啊 包括了他怎麼樣去掌握 在網路輿論宣傳上面的一些能力 比如說 你封鎖我YouTube 你封鎖我很多 海外媒體的渠道 但是我有Telegram啊 Telegram本來就是源自於俄國的嘛 所以Telegram上面 你如果要獲取俄軍最新的消息啊 那我們像我們都有加入嘛 就是這個俄軍的博主啊 每天丟每天丟每天丟 而且他都英文宣傳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資訊 而這些資訊匯整出來之後啊 也讓俄乌戰爭呢 在經歷過第一階段的訊息大戰之後啊 本來俄國是很弱勢的 但現在到現在我認為啊 既然已經是進入第二階段 也就在自媒體上面 至少如果你有心要找資訊的話 你會看到俄乌雙方啊 對於資訊上面呢 大家都會互相爭錯真假排除 最後自媒體所形成出來 是一個將對於接近事實 只是各自有解讀 比如說青烏博主說 我們要反攻啦 那俄軍說我們黏壓啦 大概就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訊息戰 確實是非常重要 而大家 現在 這個解放軍已經把這個加到了這次的治權能力 對 其實這個就是針對俄乌作戰當中啊 他很現實的如何去應用看到的經驗 看到的狀況來推進 這不就回到我剛才在講了一個問題嗎 大家想問你蔡英文的是 到底老共這次葫蘆你賣什麼藥嗎 到底我們面對這些藥我們可以做些什麼嗎 對不對 這個我們是想要理解這個啊 而不是說對不對 大家看到莎莎說莎莎好漂亮 萬一莎莎會咬人怎麼辦 你不告訴我莎莎會咬人 我只知道她好漂亮 那怎麼辦呢 危險啊 你要告訴人家資訊要揭露啊 不是這樣玩的 所以啊 這個啊我想民進黨啊 他可能剩需不需我不知道 畢竟還會當房東房客嘛 但是呢 腦袋肯定很虛啊 為什麼因為平常啊 都怎樣 剩很強都在 用力的辦公 這個才幹過人 但是問題是都不認真做事情 腦袋都沒有去補充知識 都沒有去真正去了解這些 其實這也不怪他們 因為你看啊 每天這些綠媒所給出來的訊息 天天洗腦天天亂 那搞到最後 本來我要騙人家 到時候我騙我自己嘛 所以才剛才強哥提到那個 高鐵的事情 他真的我騙我自己 他到現在還以為 對岸在尿尿 是不是沒有小便斗啊 還是一條溝啊 我這天啊我快瘋了 這是太扯了 但他真的這樣想想 他真的不知道 全世界最好的高鐵 這講出來一定是說 我們替中共宣傳 但大家都知道在哪裡嘛 為什麼印尼前陣子 雅萬高鐵 是由中國大陸去輸出 我告訴大家還有一條高鐵 給大家可能看不起的地方 那個雞二三十以前啊 叫做什麼 叫做伊索比亞 對岸 發生在埃塞俄比亞 他們呢到這個極佈地啊 也就是索馬利亞海盜很倉獲 那個紅海的那個旁邊啊 有一個叫極佈地的一個小國家 這也是索馬利亞人的一個國家 他們接了一條鐵路 叫做什麼呢 叫做 雅籍鐵路啊 因為這個從他的這個首度啊 我們還會翻叫阿迪斯阿貝巴 那 對岸翻叫亞迪斯阿貝巴 那個亞迪斯阿貝巴 那這個 雅籍鐵路呢 全線 採用什麼輸出 不是他們以前的殖民國家 像吉布地以前是法國殖民 那 這個 這個伊索比亞以前是意大利有殖民過 然後也被英國影響深厚 都不是 都不是什麼英國標準 意大利標準 都不是什麼法國標準 抱歉用的是全中國標準 全中國驗收 而且整套人員幫你訓練 還派了他們 伊索比亞當地的 這一些 他們叫乘務員 我們應該叫做列車服務員 到了 中國大陸去訓練 為期8個月訓練 全套輸出 這叫做人家真正在搞交通 請問交通專家在幹嘛 所以回過頭來 一樣 這一些明明這個訊息是公開的 而且人家也公開宣示 就算是這樣子 他也不願意解釋 全部把它一律打為什麼 這叫認知作戰 今天 高鐵上有靠背跟後面有一塊布 沒辦法自己帶來 哇你真的敢說 我都不敢聽了 夭壽的 人家說今天雞腿變雞腿 他不是啦 雞腿不只沒有變雞腿 他還變成怎樣 還變大聲公啊 繼續喇叭越來越大聲 現在這是想紅 以前想紅是怎樣 是把自己做大做強 讓大家來肯定 現在想紅不是 現在想紅就是如何把自己的嘴巴 長爛 那這樣子 他之後就紅起來 你看到一大堆什麼炸菜歌啊 屠房歌啊 現在又多了一個靠背歌啊 每天都一大堆這種 三 這就是會讓人家笑死 這最主要傷害是我們台灣人民整體的形象 我說我切割你嗎 不對啊 你也台灣人 我也切割也怪怪啊 但是我不切割你嗎 靠真的是 我今天要跟這種人當同胞 我很痛苦啊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難過的是在這裡啊 最後我們還是補一點比較大格局的東西啊 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回過頭來啊 這整個形勢裡面有幾個點啊 剛才 其實我們 其他兩位好朋友都已經提得很清楚 就是說 這是一個例行性要展現的態度 像剛才強哥提到 但是 他態度裡面 共就是充分應用 我這三天我來 執行 落實我未來戰爭 真的會用到的東西 不像我們都在花拳秀腿擺拍啊 好多喔 這樣子啊 不是在擺拍 人家是真的 為什麼把這個信息戰 製信息權給拿出來 這不是信息戰的 我是要完全handle你的信息權 所以到時候一旦開戰 我告訴大家 第一件事情啊 絕軍會先崩潰 為什麼 因為不能上網 然後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 所有的那些 側翼粉專通通停止更新 為什麼 因為信息戰全部被 中止 他已經先中止你的信息 接下來就控制你的信息 這裡面真正要關注是 那第二個要關注是什麼 人家航空母艦 山東艦是剛進大屋 然後升級 修繕出來的 他就馬上投入這個 在裡面使用 那未來福建艦要出估 而且後面的船 004 據說有人說已經開箭了 就下一艘航空母艦 那我們要怎麼應對呢 這才是你政府該做的事情吧 不是每天怎樣 每天在那邊 胡搞瞎搞 對不對 搞到最後我們都不知道 你勝虛勝虧有沒有 我不知道了 這腦虧腦虛肯定是有的 真的是氣死人了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 EXO醬 小小一瓢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 像是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 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 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 稠蛋白 也是加分 再加分